好,八点钟我们开始 我们一边祈祷一边等其他大兄姊妹 天赋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到 这个周中的查经班 我们特别当我们过了一半的时间 来到一个非常黑暗的一张圣经当中 求助你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福音你恩典的曙光 也在我们当中可能对于很多大兄姊妹来说 读这一次的老德记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可能将一些过往我们自己所学习到的 关于老德记的思维都要被拆散再重建 求助你真的帮助我们可以耐心的去聆听 也都是真的有清晰的头脑 有恒心有耐心去迎接你为我们所预备的 为今晚我们的聚会祈祈祷 祝福我们今天祈祷去共主耶稣基督明求 阿们 首先买个广告 今天我们刚刚收到这两个二拉架 我们当中不知道是否都知道 其实我们教会就在十一月的第一个周六开始 就会有个周六崇拜 就是我负责的 所以我就预订了这两个二拉架 其实不应该出街的 因为今个礼拜是没有聚会的 所以你不要当了今个礼拜是聚会 我也是等到过了礼拜六 礼拜日开始才会在教会门后撞到 不过就和大家分享 也都是欢迎你拍张照 你去拍张照给你朋友 都可以的 所以十一月四日是我们第一次聚会 会在一楼的库堂 我都差点忘记了一件事 就是下个星期 星期三我们不可以用这里 就要用一楼的库堂 所以下个星期你有机会实习一下 来一楼库堂 所以下个星期的星期三晚上 就不在这里聚会 因为这里被人订阅了 那我们去一楼 希望我一会完结的时候 还记得可以和大家分享 鼓励大家可以去看一些 PowerPoint或者是录音等等 也都欢迎大家 写Email问我一些问题 当然我们不会做很多复杂的 不过你一定要记住 我们读圣经 读路德纪的取向 我们假设了 读路德纪的人 知道前面的七本书 而今天你会发觉 我们会看很多前面 尤其是创世纪那边 亦都会看一些后面 因为后面的东西 亦都停留着 其实有些关系 但是 到最后 一切的东西 都是 旧药都是一个影子 真正的所有东西 是指向新药 而最后 在新药里面 上帝呼召我们去做一个 背起十字架 跟随他的人 旧药是巧克力 新药才是真金白银 下我们的袋 如果我带你回去 路德纪的时代 有一件事你非常要记得 就是你要怎样看得明白路德纪 一定要记住路德纪和 士司纪是孖先生的兄弟 或者姐妹龙凤胎 士司纪和路德纪都是 都是跟政治 当时的政治有关系 是在大卫 在南面造王七年半 都未知道最后 谁会统一以色列的时候所写的 士司纪的主题是 掃罗十非皆選 路德纪的主题是 大卫才是延君 所以你记住这件事 我们现在用这个角度 去明白多一点 第三章 第三章 我们去到和场 你记得这个是一个好像 一个舞台剧 第三幕和场 黑夜独喘 夜半仿物场 魔岳险重演 如果你明白我说了什么 你大概已经知道我在想什么 如果我可以有选择 我可以把之后的slide 都变成黑色 这一章圣经 和其他三章圣经 是很不同的 如果你就这样看其他三章圣经 是小孩都可以看的 的一套电影 我们叫做G-rated 五六岁都可以进去看 但是一有了第三章 那即刻 就变成了 我又不可以说 去到大人才可以看的 不过呢 你带着小孩进去 有很多东西要解释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 黑暗的一章圣经 甚至比 在开始的时候 那个史诗执政的时候 更加黑暗 OK 在整个故事 如果我们说路德记 是讲一个延君 一个救主最后的来临 的时候 这一章圣经我会告诉你 救主未必出到世 未必出到你救我们 你要看第三章的时候 我们就第二章最后那几节 最后那几节开始看 路德记第二章二十节 那么说 南娥米对悉苦说 冤那人蒙耶和华 恩福 因为他不断地 恩待活人死人 这个是南娥米发现 原来路德撞到波阿斯 而且波阿斯对他特别好 在那个之下 南娥米就说 哦有希望 南娥米有对他说 哪人是我们本族的人 是一个可以属我们产业的自身 那你立刻想到 你立刻知道 不是想到什么 OK 他其实立刻想到 咦 这个人可以帮到我们 去 属回那些产业 于是路德 紧着波阿斯的呂布 去拾取墨碎 直至大麦和小麦收割完毕 路德仍与婆婆同住 这个讲到 直到大麦小麦收割完毕 所以我先告诉我 大概七个星期 最多七个星期 就是说在这个七个星期 当中 纽米可能是在等待一些事情要发生的 但其实那样东西有没有发生呢 没有发生到 我不知道在那七个星期里面 路德还有没有经常见到波阿斯 但是我想纽米你可以看到 不是我猜猜的 纽米是在想 希望这七个星期当中 他们有些互动 以至波阿斯会有些行动 但是现在完结了 都还没有行动 于是如何呢 于是纽米就决定他行动 我想你记住一件事 这张圣经是说 一个人有没有耐心等待上帝的问题 因为我当你和你连贯其他经文 我想你会看得比较清楚 路德记第三章第一节 路德的婆婆拿我米对他说 他忍不住了 女儿啊 我不该为你找个归宿 使你享福吗 这句说话 其实已经在第一章九字出过来 冤的我说 使你们各自在新的丈夫家中得归宿 他其实在送他们回去 希望他们去摩牙里面 再有个老公 那当然 现在他在想的老公就是 远在天边 更在眼前 那就是波阿斯 但是波阿斯他的功能 不单是成为一个老公 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帮他们 熟回他们的产业 甚至呢 是可以帮他们留后 以至以丽米勒的名字可以继续传唤 你与波阿斯的女僕常在一传 现在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人吗 明天早上我和你一起去找他 那就没有问题了 完全 就直接跳了去第四章 不过他不是 他竟然说 他今晚在和场播大物 那就糟了 这有很多不同的猜猜 有人说 摆明 就好像 要引誘他 我们不去到那么尽 就说他忙了一天 那就要洗澡 OK 有另一个想法 是值得考虑的 就是说 他可能到当时的时候 他仍然在穿寡虎衣 你明白吗 就是他寡虎衣 穿寡虎衣 可以结婚的女士的衣服 去找波阿斯 他躺下的时候 你看准他躺我的地方 就进去揭露他的脚 躺我在哪里 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 OK 这有好几个字 在旧的圣经里面 都不是好东西 包括躺我 包括揭露 包括脚 都可以有双重意义 即是圣经学者 无论是保守的 开放的 信圣经 不信圣经 等等的人 都会告诉你 这里所说的 所有都是跟圣有关系的 他起码是邀请你 是有两个角度去考虑 其实是很危险的 是一种很大的引誘 是吧 他叫他去找波阿斯 去晚上找 在什么时候找 等他饮饱食罪 他自便说 吃喝完了 这个特别是说的是喝酒 喝完酒 于是他躺下 你揭露他 脚 这么说 都是 无论你怎么想 都是有些问题 到时他叫你做什么 就是做什么 这个好看 看你怎么去演绎这句说话 但是其实无论怎么看 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路德说 凡你所吩咐我的 我必进行 路德就下道和尝 照婆婆吩咐 一起去做 波阿斯吃喝完了 心情畅快 就去躺我在墨堆旁边 路德肖肖走来 揭露他的脚 躺我在那里 你去到这里 就是咬筋牙筋 你都很害怕 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OK 在这个时候 你要先打一个timeout 你要暂停部片 如果我有个舞台剧 你停一停 然后有人出来介绍一下 这部电影 演到这里 有几样东西很可怕 我假设你是很熟圣经 我假设你是很熟圣经 我假设你是很熟圣经之前的七本书 我假设你是很熟 创世记 你应该会想到有两样东西 你应该会想到两样东西 OK 有两个很大的危险 如何继续走下去 就会很大一阶 第一个危险 是关于那个男的 第二个危险 是关于那个女的 OK 那个男的 你想想 波瓦斯现在的情况 他有一个危险 会引你去读一个 创世记里面的故事 然后路德有另一个危险 会引你去读另外一个 路德记里面的故事 OK 那我开顾 不用顾 OK 如果你是波瓦斯的话 你想想波瓦斯的危险是什么 你应该想到的故事 是他妈和尤大的故事 你记得波瓦斯是什么人 哪个族 他是由大 他是由大的 是吧 所以他的老祖宗是谁 由大 那老祖宗是失败了些东西 失败了什么呢 创世记第38章第14节 他妈 我假设你也有些印象 他妈其实是他的媳妇 他有三个儿子 他大个儿子死了 他妈就是他老婆 应该是二儿子和他妈结婚 结果二儿子又死了 于是他就很害怕 他妈会黑死他第三儿子 于是又说生儿子未得 不可以跟你结婚 帮你留后 于是他妈 就怎么呢 就去 就去引诱尤大 因为他妈要儿子 OK 你现在我想跟你说 所有故事都是跟儿子有关 最后的儿子要出来 OK 他妈要儿子 于是他妈干什么呢 你看他怎么样 他妈 见侍拉已经长大 第三个儿子 却还没有娶她为妻 就 脱去寡妇的衣裳 用面衫蒙着 盖着自己 坐在往亭娜的路上 OK 我发觉有些平衡 跟路德奇的故事 他脱去他寡妇的衣裳 我不是说路德的解释 一定是脱去寡妇的衣裳 但是他换了衣裳 换了人 接着做什么呢 犹大看见他 以为是妓女 因为他蒙着念 犹大就转到路边 他那里说来伯 让我与你同振 OK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譬如说 为何犹大会竟然 自己和他自己的媳妇 有染都不知道是他媳妇呢 是吧 有没有其中一件事 就是所有事情 都是在黑夜里面发生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现在有桌灯 所有事情是黑夜 他梦查查 他不理 所以你想想波瓦斯的故事 所有事情都是黑夜里面的 波瓦斯是否有个危险 可以做了第二个邮大 而他可以生出个儿子 因为在整个故事里面 在老德记的故事里面 都是需要个儿子 但是生个儿子出来的方法就麻烦了 是那个means and the end 最终呢 尚大是叫他们生儿子 但是如何去生儿子 就重要了 明白吗 现在的大危险就是波瓦斯 可以做了尤大的 报了尤大的后层 而生了个儿子出来 不过是最终生了个儿子 这个是波瓦斯的问题 那么路德呢 路德有第二个危险 路德的祖先也都不是好 路德的魔崖人由哪有出来呢 是创世记第十九章 罗德的大女儿 罗德大女儿对小女儿说 我们的父亲老了 这地又没有男人可以 照世上的礼族来和我们结合 来我们叫父亲喝酒 然后和他同枕 这样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父亲全流后裔 也是为了生儿子的 他就趁父亲喝醉了 为了达到他的目的 那么路德的危险在哪里呢 就是会不会他趁波瓦斯醉了 于是他又从波瓦斯得到个儿子呢 这个又是另一样东西 当然如果你熟悉《创世记》 你会想想全世界第一个喝醉的情况在哪里 就是罗阿 罗阿 是吧 罗阿 接着又是他儿子 发现了他的尺导 他的赤罗等等 不说那个为什么 因为都是很复杂的 有很多争论 总之大家知道不是好事 所以这个有点是罗阿的翻版 再次喝醉 当然两个情况有点不同 所以当你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去到这个位置 Time out的时候 你其实是很害怕 怕什么呢 怕不是最后有没有儿子生的问题 是儿子怎样生出来的问题 其实有人 这个不是我说 有牧师或者圣经学者 就是觉得罗阿米就是在想这一件事 最重要是生孩子 米已经煮成熟饭 对吧 有了持孤定在那里 那就搞定了 什么都解决了 想知道他怎么出来 想知道他在黑夜当中喝醉 但是 他怎样出来是重要的 要不然你就继续前人的叛逆 和那个罪恶 罗德的两个女儿 从他父亲怀孕 第一个大儿子 带女儿的儿子 叫做摩颜 就是摩颜人的次座 所以你回到这种故事的时候 有一个suspense 就是说 死了死了死了 会不会历史重演 而两边历史都可以重演 两边其中一个坏 就坏了 OK